各位同学 这次的数学考试 大家都考得不错 尤其是小强 考了满分哦 小强 老师特别准备了一组文具礼盒 送给你当奖励 谢谢老师 希望其他同学继续努力 下次老师会准备更丰富的奖品哦 妈咪 妈咪 你猜我数学考几班 一百班呢 真的 小强真棒 你看 这是老师送我的文具礼盒 真是的 又让老师破费了 才不坏呢 老师也很高兴呢 好 我也很高兴 晚上我就煮一些你爱吃的菜 帮你好好庆祝 我真是太厉害了 这么难的题目 我也可以考一百分 奇怪 这一题的答案好像怪怪的 这六题的答案 应该是A才对 不是B 是老师改做了 所以我应该只有97分 怎么办 要不要告诉老师啊 还是 我应该学华盛顿 当一个诚实的小孩 可是 这样一来 不但要把文具礼盒 还给老师 妈咪也会很失望 还有 同学知道了 根本没有考一百分 一定会笑 原来是改错吧 不要 还是不要说好了 对 反正只要我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小巧 还是跟我应用 当个诚实的小孩吧 哎哟 到底要怎么办才好了 嗯 好香哦 小巧 你怎么了 妈咪准备了这么多菜 你怎么都不吃啊 对啊 妈妈说 你数学考一百分 很高兴 特别加菜 帮你庆祝呢 妈咪 妈咪 其实 我根本没有考一百分 只有九十七分 是老师改错了 啊 原来是这样啊 没有关系 下次再努力就好了 而且九十七分 也已经是很高分了 对啊 明天去学校 诚实跟老师说 就好啦 可是 我不想让你们失望啊 怎么会 只要你已经尽力 巴比跟妈咪 都会以你为荣 怎么会因为你没有考一百分 就失望呢 可是 如果跟老师说 就要把文具礼盒还给老师了 那是应该的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本来就不能贪心 那 如果同学笑我呢 怎么办 不会的 妈咪保证 她会因为你的诚实 对你另眼相看 才不会笑你呢 真的吗 嗯 好 那我明天 就诚实地跟老师讲 很好 现在 总算可以大口吃饭了吧 对不起 小强 是老师一时粗心 把你的考卷改错了 老师 下次 我一定会更努力 考一个真正的一百分 很好 小强 继续加油哦 老师 这是你送给我的文具礼盒 还给你 为什么要把文具礼盒 还给老师呢 因为我没有考一百分啊 好 老师收回你考一百分的奖品 但是老师 要另外送你一个礼物 来奖励你的诚实 真的吗 老师 嗯 老师要送你一枚荣誉贴纸 奖励你 诚实得97分 各位同学 考一百分虽然很棒 但是诚实更是无价 大家要跟小强学习哦 完了 大强不知道会不会笑我 哇 我也要学小强 我也学 你和玛丽说的果然没错 诚实真好 弟子归 圣人训 守孝帝 赐锦信 赞爱众 儿亲人 儿亲人 有余力 则学文 入 则 下 父母呼 定物还 父母命 行物难 父母驾 须静听 父母则 须顺承 东则温 下则静 臣则行 吞则定 出必到 懒地面 居有长 业无变 事虽小 物善为 苟善为 子道亏 物虽小 物思藏 苟思藏 今心伤 心所到 并畏惧 亲所物 仅畏惧 身有伤 疑亲忧 得有伤 疑亲修 亲爱我 孝何难 亲增我 孝当前 亲有过 见史根 疑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岳父见 淘气随 踏无愿 亲有疾 药仙长 旧夜事 不离床 三三年 长悲夜 居住恋 酒肉绝 三敬礼 既敬成 誓此者 如是生 春眠不见笑 初出门停遥 念爱风雨伤 我若知多少 春莲不觉香 处处闻几秒 念爱风雨伤 我若知多少 念不觉香 出乎闻几秒 夜来风雨伤 还若知多少 春莲不觉香 念不觉香 处处闻几秒 念爱风雨伤 我若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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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海一举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